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节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那么所谓会假设 它是建立其他会计理论原则和方法的一个出发点 也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前提 那说到会假设牢牢记住一共是四项 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 以及货币计量 这四项构成了会计的基本假设 那所谓的会计基础是什么呀 先记住关键词叫全则发生制 也就是说企业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 应当是以全则发生制为基础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讨论第一项会计假设 会计主体 那什么是会计主体呢 是指会计信息所反映的特定单位或组织 注意关键词 会计主体决定了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 说白了我这个账是给谁寄的 那这叫会计主体 那接下来一定要把会计主体 跟法律主体跟法律主体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清楚 例年考试这个考的比较多 明确二者的关系 一般来说法律主体必然是快主体 但快主体呢 它可不一定就是法律主体 比如说 说到法人 他是个法律主体吧 比如大家知道公司就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盈利性的尸体 对吧 好 那么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尸体 他当然能够独立的反映他的财务状况 经成果跟现金流量 这就意味着公司 他既是一个法律主体 他也当然是一个会计主体 所以说法人作为一个法律主体 他必然是快主体 但反过来讲 快主体 他不见得就是法律主体 比如 一个企业集团 大家知道 他是由母公司和子公司多个法人来组成 而且大家也知道 企业集团需要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 好 那企业集团编制合并会报表 那大家说 这个合并会报表 他反映的快主体是谁呀 是母公司 还是子公司 不能那么讲 他反映的是母公司子公司 所构成的这个企业集团 所以说企业集团 他是一个会计主体 但他可是由多个法律主体来构成 再比如 公司内部的部门 比如说一个分公司 注意 分公司跟子公司可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后边讲法律部分知识的时候呢 也会强调这一点 说到子公司 你从字面来理解 他是儿子 对吧 他是母公司的儿子 什么意思 他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他是独立的法律主体 他是法人 但分公司 他是相对于总公司来讲的概念 分什么意思 他只是公司的一个部分 他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公司内部的这个分公司 他并非是一个法律主体 但分公司记账吗 当然得记账 那所以说分公司 他必须得是个会计主体 他不是法律主体 但他是会主体 再比如像独资企业 像合伙企业 其实他们跟公司的企业一样 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但公司咱下面说了 他具有法人资格 他是个独立的法律主体 但是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咱法律那部分会谈到 他们是依附于独资企业的业主 或者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而存在的 他们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这二者非法人 非法人组织 他不是法律主体 但独资企业也好 合伙企业也好 他当然得是快主体 你得记账吧 明确这个观念 好 我们再来看持续经营 这项快假设 那么所谓持续经营 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企业将会按照当前的规模和状态 继续经营下去 而不会停业 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 快主体的生产经活动 也将不断继续下去 注意 所谓的持续经营 它只是相对于停业清算而言的一个假设 并非是说企业一定不会出现破产 清算等等这些情形 注意持续经营 它只是假设 相对于停业清算来讲的一个假设 而这个假设的意义何在呢 是为了保证会计核算的原则和方法的稳定性 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会计处理 它们都是建立在持续经营假设基础之上的 如果没了持续经营这个假设前提 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快处理 其实它都没有逻辑性可言了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折旧 都知道固定资产要GT折旧 咱就拿最简单的直线折旧法来讲 你怎么算年折旧可 应当是固定资产原值 减去预计的残值 注意预计两字 减去预计残值 然后再处于什么呢 预计的使用年限 注意预计使用年限 不难发现吧 你这种做法是假设 企业在未来将持续经营的 你才谈得上 未来得有一个预期的使用年限 对吧 按照预期的使用期来分期提折旧 你才谈得上 我将来处置设备时候呢 预计会有一个残值 对吧 这些都是建议在持续经营假设基础之上的 如果判断企业 不会持经营 你还说得上 在未来去提所谓的折旧吗 那就 不应再提折旧了吧 其实类似的 像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这些往来款的概念 也同样是建立在持续经营基础之上的 如果企业不依据持续经营这个假设 那就谈不上应收了 这个钱我还没给你了 我从你这儿把东西买走了 我收购行不行 我过两礼拜我再给你钱 你告诉我不行 我说不好 转天还开张不开张 我没有吃惊这假设对吧 也许明天我这起就关门了 好 那你把钱就给我吧 就谈不上应收这个概念了 所以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这些概念也都是建立在持续经营假设基础之上 好 我们再来讨论会计分析这项假设 其实不难发现 会计分析 它相对来是持续经营的一个延伸假设 什么意思呢 它是以诸一 以持续经营为基础 将会诸体持续不断的生产经活动 人为的划分成为一定的期间 以此呢 作为会计结账编制报表的时间界限 大家不难体会 如果只有持续经营 没有会计分析 这个会计工作同样没法进行 比如说你怎么编报表吧 持续经营就假设企业是没有停业清算的 这个失联的 好 那我们编制 比如说利润表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 反应一定期间经营成果 这一定期间是哪个期间的 无穷长没法做了吧 比如说资产账表反应特定试点操状况 哪个试点也没法确定了吧 所以说必须人为的 把持续不断的生产经活动呢 划分成为一定的期间 你才能够进行会计的账务处理 结账了编报表了等等 那接下来明确按照我国快准的规定 我们是以公立日期来划分会期间 那也就说会计年度就跟那个日历年度是一致的 1月1号到12月31号 再有会计期间除了包括会计年度之外 也包括会计中期 会计中期呢又包括半年度季度跟月度 这么三种不同的形式 好 那在这里我们再明确一下 持续经营 刚才说了 它是会计分期的基础 而会计分期呢 是持续经营的一个延伸假设 并且会计分期 它可以说是会计核算的基础所占 比如我们刚讲到的折旧也好 摊销也好 它必须以持续经营作为前提 对吧 但下面我分析了 如果没有持续经营这个假设前提 我们就谈不上在固定资产的未来使用期间内 对它低折旧了 那接下来大家不难理解 提折旧 我不得分期来提折旧吗 比如说年折旧额这个概念 大家马上就映入脑海了 好 那你谈到分期提折旧 谈到年折旧额 这不就意味着 你得把持续经营的这个无限期的期间 人为的划分成为一年又一年吧 所以说会计分期 它就是这个折旧摊销 以及什么全责发胜值等等 这些会计处理的基础 到我们后边马上讲到全责发胜值 其实大家以前学过会计的话应该有这个印象 说到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什么代摊了 预提了 什么折旧摊销了 这些会计思想都是全责发胜值的具体体现 而只有在会计分期的假设基础之上 你才谈得上所谓的全责发胜 你才会有本期和其他各期的界限 你不猜会有所谓的代摊了预提了 什么应收了应付这些概念产生 对吧 就我们所说的 只有在会计分期的前提下 才会有当期和其他期间的区别 比如说当期跟下期区别 当期跟前期区别 继而呢 才谈得上有全责发胜值 这个前提 继而呢 才会有我们刚刚说的 按期 计提折旧 摊销等等这些会计处理方法 好 我们再看第四项 快假设 货币计量 所谓货币计量 意思就是会计必须采用货币 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 并且牢牢记住 货币计量 还有一个延伸假设 就是币值相对稳定 其实按含什么假设呢 不考虑通货膨胀 再有 我国企业会计核算 当然 一般情况下 你得以人民币 作为记账本位币 当然 如果业务收支 是以人民币以外的 其他货币为主 这样的单位 可以选定其中一种货币呢 作为记账本位币 但是 编报的操快报告 还是应当折算成为 人民币 把这个要求记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企业会计 基本假设的是哪一个 多容易啊 说到会计本假设 大家耳术能详 四项 快诸体 吃予经营 会计分析 货币计量 对吧 显然 没有这个实质 重于形式吧 选项C 对吧 咱后面谈到 实质主义形式 属于一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但它并不是会计基本假设的范畴 好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有关会计核算 基本假设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A 快诸体 必然是法律主体 这话不对 倒过来说成立 法律主体 必然是快诸体 但快诸体呢 不见得是法律主体 比如说分公司 对吧 他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不是法律主体 但他应当是快诸体 再比如 企业集团编制合并快报表 他是以多个法律主体 所构成的这个企业集团 作为快诸体 B 会计分析 确立了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明显不正确 看到关键词 空间范围 马上想到 他应当是 对应哪个假设呀 会计主体假设 对吧 会计主体 确立了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那会计分期呢 从某种程度来讲 会计分期 他确立的是 会计核算的那个时间范围 对吧 本期跟前期 本期跟下期的这个 时间范围概念 就确立下来了 对吧 C 货币计量 以币值相对稳定为条件 这是正确的 刚刚强调 货币计量 这条快假设 他有一个隐含假设 就是什么呢 币值稳定 也就是不考虑通货膨胀 D 市与经营 假设企业永远不会停业 这是不正确的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是相对于那个停业清算来讲的 并不是假设企业永远不会停业 本期答案应当是选项C 好 我们再来看 确计发生制 这项会计基础 明确 按照快准则的规定 企业呢 应当是以全则发生制 为基础 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那什么叫做全则发生制呢 意思是 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 已经发生和应当负担的费用 不论款项是否收付 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来确认 这是所谓的全则发生 以权力和责任的发生 作为确认标准 而不是以款项是否实际收付 作为标准 如果是以款项是否实际收付 为标准 那就不叫全则发生制了 那叫收付实现制 那这要尽力清楚 反之 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跟费用 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 它也不应当作为 当期的收入与费用来处理 那马上想到 我们所说的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这些会计概念产生 那都是全则发生制的结果 好 我们看几个例子 体会一下全则发生制的要求 比如说 在脱收成付 销售方式下 按照快准则规定 企业应当是在发出商品 并办妥脱收手续时候呢 去确认收入 但显然 此时 只是办妥了脱收手续 这个钱可还没拿到了 尚未收到货款 好 很明确 尚未收到货款 但 我收款的权利已经有了吧 这我就应该确认收入了 借记应收账款 代记总预有收入 同时呢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 这就体现了全则发生制的要求 再比如 咱俩也说过这例子 在预收货款销售方式下 销售方呢 还是应当在发出商品的时候 确认收入 虽然 之前 已经把钱拿到了 对吧 但下面解释了 之前 预售的货款 不能确认为收入 因为企业 还没有获得这笔钱的权利 对吧 因为你那个货不还没给人家了吗 对啊 所以说 企业 没有获得 取得收入权利 所以说 之前 你预售的货款 应该把它确认为 一项负债 通过这个交货 来了结 你不能确认收入 这也体现的是 全则发生制要求 再比如 我们刚刚举到的例子 企业介入短期借款 合同约定 借款利息呢 是贷款到期的时候 连同本金呢 一同归还 但是 在资产负债表日 即便这个借款尚未到期 但企业呢 也得确认 本期的 利息费用了 因为 从借款日开始 截止到资产负表日 为时 这段期间 已经受益于 这笔贷款了 换句话说 企业 这个给银行 偿付 本金跟利息的责任 已经就发生了 对吧 所以即便 钱还没给 借款没到期 但这个费用 应当确认了 只是什么呢 确认费用同时 由于没花钱 应该确认一笔 应付利息的负债 这个观念的明确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货款已经收到 但销售尚未实现 那么企业当期 不确认销售商品的收入 这个做法体现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权责发生质要求 对吧 本题答案应当时 选项C 除ク 我们 Congratulations enh销售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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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好 对